主料,黄瓜两根,辅量,油,白糖,食醋,干红辣椒两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黄瓜去皮切花刀将条黄瓜摆好下刀纸下一半切好后,把黄瓜翻面再顺着下半刀切好,把切好花刀的黄瓜用手撕成段,剪图,在黄瓜上撒少许食盐,用双手挤出水分放好备用, 用完倒入适量食醋加入白糖,糖放的量根据个人口味,适量就好,再用筷子拌匀匀,锅中放适量的油,油热后放入葱和干辣椒,两个辣椒斜刀切断,红辣椒稍变色,放入备好的黄瓜,再把备好的糖醋倒入锅中翻炒几下,最后勾起手指尔,看图不错吧,烹饪技巧,黄瓜不具体也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